好的 各位朋友下午好 又到了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五点钟 那我们呢 安心学堂的投资社群 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华美佳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 相约在我们的安心投资社群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然后呢 相对于美股啊 投资啊 等一些概念性的一些话题 跟大家讨论 同时呢 还有我们安心学堂的一个热心的群友 会跟大家做一些共同的分享 然后呢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共同参与 那首先呢 让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本周的财经热点回顾 稍等 好 大家好 欢迎关注本期的财经热点 农产品价格飙涨 预计将提振农民收入 美国农业部本周称 预计今年美国农民净收入将增长19.5% 至1130亿美元 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前 美国农业部2月份曾预计今年农民收入将下滑 但农产品涨价 让这个预测的基础发生逆转 尽管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援助款项最减少 但美国玉米和大豆价格 今年春季飙升至8年高点 令农民的财务前景变得光明 农业化工产业是近年北美农业的一个新特点 目前各大预估立好农业设备生产企业 第二农业巨头爱科和CPM Holdings等制造商 花旗大宗商品部门也在年初表示 该机构看好农业领域 我们仍然对所有的农业公司持乐观态度 近年来 北美尤其是美国农民 不得不依靠联邦政府的援助来抵消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美国政府在2020年 对农民援助款项增加了103.5% 但由于疫情缓解 预计2021年 政府援助款项将减少38.6%至280亿美元 今年2月 美国农业部预测 由于政府援助减少和农民支出增加 2021年农民净收入将下降8.1% 据美国农业部称 今年美国农民的民意生产支出 将增长7.3%至3835亿美元 该机构称 由于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努力 应对通胀 预计几乎所有类型的支出都将上升 此前报道称 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 促使北美农民扩大农作物种植 并带动了农业化肥需求增长 但在需求急剧增长的同时 化肥供应却受限 供需失衡导致北美化肥价格 本周标志近10年来最高水平 除了化肥价格飙涨 农积成本上升也增加了 粮价的上升压力 艾特集团上月底警告投资者 钢铁价格的大幅飙涨 正冲击农民对农机设备的购买意愿 美国农作物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全球粮食价格连续攀高 农业股涨势震荡 农业生产效率升级 业绩收益全面回升 北美农业投资前景如何 为何再次成为新热点 投资北美农场近10年的农业专家 朱晓明女士 做客安心学堂 为您解读北美农场投资的前景与展望 总结华人投资北美农业的利与弊 一国农场主 他乡幸福人 北美时间9月11号星期六 参与安息学堂 走进北美农业领域专家 朱晓明的幸福人生 下面是安息学堂 仅容知识小百科时间 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被动收入是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也不需要照看 就可以自动获得的收入 养老保险通常能产生比房产租金更高 更省事的被动收入 神秘的美国信托到底有多少种类 何者与我们的生活侵袭相关 律师会计师又有哪些尚未告诉您的 省税信托及资产保护命令 房地产甚至遗产税方面 将面临巨大新税务改革 您准备好了吗 被动式收入 除了房产投资是否又有其他省税用稳当的方式 会计师杨光明先生及法学博士 韩西学堂YouTube频道开播了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和点击小铃铛 精彩的内容等你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再次关注我们的财经热点 刚才在财经热点里 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两个节目的预告 首先就是明天星期六 西部时间是晚上六点 东部时间是晚上的九点钟 我们在安心学堂呢将会给大家带来 有关于这个信托财产相关的这个法律一些的这个资讯 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单独的加我的微信 然后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来参与明天的课程 另外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前两个星期啊 我们出去走考察了一段时间也算是度假哈 在这一个星期呢我们走了呃很多的这个农场 然后呢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信息 那这次呢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我们在北美有十年经验的 这个农场经营经验的这个朱小明朱大姐 会给我们大家做这个有关北美农场投资的策略及分析 以及前景展望 那也是在我们的下个星期六九月十一号 呃那大家都说这个在股市呢 美股连续这个上涨七个月之后呢 他现在呢面临许多这个潜在的危险 可能是使普通普遍的这个被市场视为一年中最糟的最糟糕的时候啊 也有这个股评分析师说这个九月份是最高的月最糟糕的月份 那到底是怎样呢 那在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投资社群里呢 我们的呃投资发起人David 还有我们的呃我们的这个群友 啊等等的一些预测呢到目前都还没有发生什么推天鹅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一谈吧 就不谈什么大盘的趋势啊等等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那个通膨 呃通膨呢就是最近从我们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个 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就是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吧 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生活产品啊 现在的价格呢都涨了不少啊 但这个呢只是冰山一角了 呃从世界范围来讲啊 从工业行业啊从工业啊能源啊等等一些行业呢 可能大家今年也遇到了一些跟自己生活相关的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今年的夏天我可能我想很多的朋友都在家里啊 进行一些这个房屋改造啊 后院的这个花园的这个修缮啊等等一些 呃我今年就感觉到了今年的这个建材啊 确实涨了非常多 呃当时也跟几个建材公司啊 就是做了一些要求他们做一些报价 呃他们也当时给我们就很痛苦的跟我们讲啊 现在材料实在涨太多了 但是这个呃这些东西呃 这只是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小部分啊 但是通膨和我们的投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就是如果我们谈到这个通货膨胀 可能大家来想一想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 很多东西呢都是跟通货膨胀行义啊 如影形随形的 只不过平常经历的通胀呢 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但几年下来的物价的涨幅呢 也是蛮厉害的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通膨呢 是应该说12008年 当时的CPI指数比同比上涨了5.9% 大家知道啊 现在的这个consumer product 啊price index 现在应该是在2%到4之间吧 啊上个我记得上个月 CPI的指数可能上涨的幅度比较大 应该是达到了3.47%吧 呃但是离这个2018年的通货膨胀那次啊 呃现在似乎还没有到达那个连接点 嗯至于这个通货膨胀到底会将来给我们的投资啊 和包括美股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在这里不做任何的预测啊 因为确实也没有这样子 这种所谓的呃上帝能够我们去呃指指引未来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一谈啊 过去的历史中发生了一些事情 以及最近呢 在美国这个呃美股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评论啊 有关通膨的 我们简单的做一下啊 还是如如如如如以往一啊 我就做一些读报啊 首先通货膨胀呢 呃大家都知道了 是一件很坏很坏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呢 呃我们如何去避免它 是找了一个呃 找了一篇文章啊 就是关于这个通膨担忧愈言愈略 呃大家应该应对的几种基本方法啊 所以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读报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当通膨来的时候呢 对于穷人富人都是灾难 不过通膨来的时候呢 穷人最先从物价之物来说出来 因为穷人要拿着工资去消费 而对于富人来讲 通膨可以使资产比较快的缩水 富人的生活质量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呃只能说资产所掌控的资产缩水了 通膨来了之后呢 靠房子和股票呢 真正的抵御通膨的来袭呢 这一般是富人来采取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方法啊 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看一下啊 呃面对通膨啊 一般都有些 什么样的一些解决方案 以及这些方案是否适合于我们 每个人的投资策略 关于通膨呢 首先第一个的一个应对方案呢 就是呃 大家会去思考 就是说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里头 是是是是什么样的 另外一个呢 你现在最大的一个投资的比例是在哪里 以及通膨可能将来会对你的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第一个方案啊 第一个方案呢 所谓的就是通膨呢 它带来的一个物价的影响呢 会最大程度的会影响的就是 就是大宗商品 那大宗商品大家都知道啊 大宗商品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 简单的讲的就四大类 那四大类里头呢 包括 我在这里给大家过一下啊 就是 第一类呢 就是说 我现在 第一类呢 就是关于一些金属材料啊 这一类的 这一类 第二一类呢 就是说 比如包括建材啊 第二大类呢 就是能源类的 第三类呢 就是使用肉类 以及呢 就是农业产品 这四大类呢 是我们现在生活中 相对来说 对我们生活影响比较大的 四个大宗商品啊 但是在这个通膨期间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去 抵御通膨呢 以我们的投资来抵御通膨呢 那基本上来讲呢 有这么几种方法啊 当然 高手嘛 可以去买 购买大宗商品的期货 但是这种方法呢 一般来讲啊 不适于这个新手 所以呢 购买股票 以及呢 就是大宗商品 相关的一些股票 以及呢 大宗商品的一些ETF 可能是一种方法 另外呢 也有很多人会采取啊 就是盛世买股票 乱世买黄金 但是目前阶段啊 大家如果是关注黄金价格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察觉到啊 今年的黄金的走势呢 在今年上半年走了一段比较好的一波上涨趋势之后呢 最近这一段并不是太好 那是什么原因呢 今年影响黄金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啊 也是现在目前的一部分资金走向了比特币 那这个比特币呢 大家很多人都认为啊 这是将来是数字黄金 所以来讲今年的黄金的走势呢 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数字资产 现在的资金进入数字资产的现在比较多了 那第二类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啊 就是大宗商品分四大类 金属能源 牲畜和肉类以及农业 那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不过多的去谈论这些东西啊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列出的这三张那个图表呢 是分别是 这个是metal 这部分大家大家能看到啊 因为这个图可能在 大家看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 看得那么清楚了 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长得最好的这个 这是薄 黄金呢 是这条黄色的淡淡的这条黄色线 中间这一条呢 走势比较 第二 走势长势比较好的 第二的这个就是黄铜 那黄铜今天大家都知道啊 我也做了一个黄铜的一个ETF 等一会儿我可能可能会跟那个 就是我们群友啊 也就是他所分享的时候 我也针对这个这个ETF 对他提出了一些这个 他的一些看法 等一下我们再谈 关于能源类的东西呢 无非就是天然气 原油 那以及是用于加热类的 还有就是 加油加热类的油 以及是这个汽油 那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长势 平均起来 基本的走势是相同的 长势还是比较可观的 第三一类呢 是这个肉类 肉类里头呢 现在目前的 长势最好的 应该是life cattle 第二一类呢 就是feeder cattle 第三一类呢 是ling who 这个我就不是 这个我也不是 大宗商品的这个专家 我简单的在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讲这些东西的原因来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下一步 今天下半年的选股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考虑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方向 至于来讲 到底怎么投资 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仓位 以及自己现在目前 投资存在的风险 做一些规避 那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 用这个 这个 现在目前 以农业产品这一类吧 我列出来这么 应该说五大类农业产品 玉米 小麦 大豆 这个cane 应该是 这两个 我说实话 我都不是太熟悉啊 那等一下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图表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这个是soil bean soib soib呢 是大豆的这个 大豆的一个 一个期货 应该是 它的也是一个ETF 这个具体的名称叫 QSIM Sorbin Fund 应该是个ETF 我们看一下 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 这个价格是在 10 大概15块左右 而目前的价位呢 是在22块 22块五毛一 今天应该是 今天的售盘价 那相对来说的 它的涨幅呢 在过去的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吧 八个月的时间 它的涨幅大概有50% 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 是coin Coin 那这个的涨幅呢 没有这个大豆的涨幅那么多啊 但是也有40%左右啊 看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等一下再具体啊 请我们那个 对于这个技术类比较更强一点的这个群友啊 来给我们做一下分享啊 我今天想带大家看一看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去了解一下大东商品的 现在的价格在什么什么一个位置了 另外来讲呢 在最近呢 我从Facebook上也认识了一些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啊 他当时应该是在三天前 他跟我提出了一只股票 叫ACH 是中国铝业 当时的价位呢 他那天跟我提到的时候 那个那天的价位大概在17块8左右 然后呢 我在第二天呢 我就订了一个 我当时给他提出了质疑说 我是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 这个中国铝业的股票涨了 将近翻倍了 我说还能继续涨吗 他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 他是 我就在这不具体 他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工作单位了啊 应该是世界 著名的一家这个大托行啊 他当时跟我讲 大东商品今年还会继续翻涨 所以当时来讲 我就在这个紫线这个位置 就这个应该是周线吧 紫线这个位置 17块3毛5左右的时候 买入了他的这个 他的股票 那今天看一下他的涨势 到了18块2毛9 也就是在过去的三天 应该不到三天的时间嘛 应该差不多两天 两天多一点的时间 他的涨幅接近10% 所以来讲就是说 我在这里不是一下做个股推荐啊 而是说大家看一看 大宗商品的相关的股票和ETF 还能继续观察吗 在什么样的点位 你应该可以考虑 是不是可以介入 另外一支呢 是我今年上半年 做布局的一支股票啊 美国钢铁X 这支股票的涨幅呢 就不用讲了 因为他受到最大的一个 政策性的影响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基建的计划啊 首先批准的当时的 1.9万亿的这个 美国大基建基金 所以他的股票呢 在过去的八个月 涨幅是将近翻倍的 进入到八月份以后 七八月份以后啊 他开始有点盘整的状态 但这个之后 到底会怎么走 可能大家就要多关注了 就比如说 周四 CPI的指数 本周应该没有CPI指数 本周是小飞龙指数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啊 下个月的CPI指数 如果这个CPI的指数继续上涨 说明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 还可能还有继续上涨空间啊 我在这里不是做任何的股评啊 只是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相关的一些 ETF和股 和大宗商品的一些股票 目前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就更明显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XLC 这是通讯材料的一个 ETF 大家看一下它的走势 太漂亮了 可惜我没有 当时没有去布局这个XLC啊 但是我又关注了XLB XLB是什么呢 基建的一个ETF 目前的涨幅呢 差不多是在30%左右啊 应该说还是相当可喜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 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啊 我尽量在五分钟之内结束 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群友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 应对通膨的第二个方案 就是通过房地产的投资 以及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股票 但是呢很多人都是在想 是不是买房是赌易通膨的一个好的工具 我们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买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来讲 就是它涉及的资金投入比较大 另外还有贷款因素 另外呢在这个通膨期间呢 可能针对贷款的这个贷款条件 往往是会提高的 所以来讲在投资 你说投第二套房和第三套房 或者说你甚至只是刚刚买第一套房的话 我觉得投资房产 可能来讲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的选择 但是如果是你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些 REIT的股票呢 REIT的股票 我在这里简单啊 就是把这个REIT的股票啊 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它的所谓的定义是什么吧 一般来讲REIT的股票来讲就是 简单的购买房产或者将其出租给租户 一般是以租金收入带来这个股票 或者基金的一个它的一个盈利的模式 但是关于REIT股票来讲呢 我可以这么说 我几乎来讲是不是个外行 我希望呢 就是说我们投资社群能有朋友啊 在今后的几周啊 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专家 请你联系我或者是POWLA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方面单独谈一谈 既然来讲 它是可能来讲我们未来应对同盘的一种方法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我们不妨去研究研究 但是不是适合自己 我们这个再另当别论啊 那我在这里简单的就说一下 就是关于房地产的这个股票的上涨 如果买房子 它涉及的问题资金量大 高杠杆流动性差 管理成本高 那关于ETF呢 ETF要注意的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啊 就是大家在选择REIT的时候 可能就要考虑它是民用性的 还是仓储性的 还是商业类的 这一类的来讲呢 就是不同种类的这个REIT 它可能来讲 它的未来的成长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的 所以呢股票 在高通 高通胀下 股市的表现往往很差 但是REIT股票呢 可能会略好于其他的股票 所以来讲 这也可能是我们未来考虑啊 可以去应对这个通胖的一种方法 那最后一个呢 我就在这里呢 想本来是打算今天呢 要去给大家分享一下 著名的大空头 MacBury MacBury发表了一些 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一些 一些预言啊 他说现在他不但是看空美股 他还看空美国 但是这种观点呢 我想肯定是被喷的啊 那我在这里 今天就不想太多的去放 去播他的视频啊 我只是在这里想看一下 我们来具体分析啊 MacBury到底在干些什么 他看空美股的同时 大家都知道 他的空舱 我就在这里不用太多的介绍啊 非常简单 他现在空舱的第一个对象 就是特斯拉 我相信他是找死 马斯克曾经在这个 在他的那个推特里的啊 去应对MacBury 送了他一条裤衩 说怕他哪天的裤子的 裤衩都输光了 他另外一个空舱是ARK 应该是ARKK的基金 所以这是他的两个大的空舱位 但是同时来讲 不要忘了 MacBury不是一个傻瓜 MacBury本身来讲 也是一个投资非常成功的 他在2008年的通 就是通货膨胀那次的 大萧条期间 他是赚了盆板磨满的 大家要来看一下 他的现在目前的一个 co option 他的做多的部分 都有些什么股票 谷歌 Facebook 这是 CraftHands 这是一家食品公司 Walmart Cardinal Health CBS 以及9个Million的 一些未知 的一些 TREASURY BOND 就是他现在在买 BOND 关于那个 他的Inflation Hedge 里头呢 这个布局 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 所以看一下 大空头 他做空的一个前提条件 他是有多的仓位的 而至于来讲 他的多少的空头仓位 是用于对冲的 还是说他完全看空 这个就来讲 就是要做详细的细节分析了 我在这里 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 去分享这些细节 大家可以去 有时间的话 去搜索一下 Michael Burry 最近的在YouTube上的一些 讲话 那今天呢 我们先 请出到我们今天的 一位群友 于长 先请他 能不能做一个 自我介绍 然后呢 就他对股市投资的 一些经验 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之后呢 我想请他呢 来跟大家来分享 几个这个K线图 以及关于这几只股票啊 或者基金的一些看法 好 有请这个于长 大家好 晚上好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呢 1994年在中国呢 就开始炒期货了 经历了九二七国债 然后 1998年呢 来到加拿大以后呢 我 进入了 蒙特利尔的 Cancordia大学 专业呢 是学金融 那我毕业以后呢 碰到了一个老外 他呢 教我炒股 说真的 在大学四年期间呢 虽然是学金融 但是 没有谁 真的是会去教你怎么炒股 怎么选股 那 最有用的一门课呢 叫做 Portfolio Management 那只有一个project 那就是给你十万块 那你 去找出二十个股票 或者ETF 然后做一个portfolio 怎么去投资 这就是我学会的 那我的这个老外同学呢 教我炒股呢 我们就是按照 整个股票 分成 九个Industry 然后每个Industry里面呢 有不同的sector 我们在那个sector里面呢 再去跳股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说说看怎么选股 大家有没有感觉 从去年三月份 都会赚钱 然后 那 市场驻底 然后反弹 那整个去年来说呢 基本上 你买在底部 都会赚钱 那 今年开始呢 就感觉到很奇怪 虽然像刚刚David说的 那个通货膨胀 大家都有感觉 东西物价都贵了 那 但是呢 指数呢 也不断地在创新高 但是大家同时就感觉到 怎么 老是选不对股 然后赚不到钱了呢 甚至把去年赚的钱 又吐回去 那 这个选股 真的是很重要 虽然大盘创新高 指数创新高 但是 你个股没选对 还是赚不了钱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 怎么选股 那 首先呢 你要 我要问一下 灵魂考验的问题 你是谁 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是作为一个投资者 还是作为一个投机者 那你有多少钱 第二个问题 那钱有什么关系呢 那 实际上呢 钱少的时候 你可以去博一些便宜的股 毛票 那 可以赚翻了 那或者是呢 你 在去年 那个 Wall Street Bet 发动 进攻的时候 你跟着他们 去 冒一下险 说不定 你也赚了 对吧 那有钱人 他不会跟你去玩这一些 人家 像 巴菲特 人家就是 价值型的投资 人家 买了股 就是长期持有 就像那个 像他买的 银行股啊 可口可乐啊 迪斯尼啊 这一些 那 如果我有钱 那说不定 我也会买 刚刚 David提到的 那些 RIT 那一些 那我就 等着吃红利就好了 我也用不着 去炒了 对吧 所以呢 你有钱 可以做 比较长线的 长期的投资 那你没钱 那你就要靠你的钱 来赚钱 那就要 花你的精力 花你的时间 去跟踪这个市场 赚到差价 那第四个呢 就是说 你炒股 你在哪开户啊 在银行 开普通的账户 还是在那个 有的 online的那些 公司 开那个margin账户 那margin账户 跟普通账户 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margin账户呢 是可以做 short sale的 那你如果 只是普通账户呢 你只有做 long 你做不了short 那你只有在 市场上涨的时候 你能够赚到钱 那margin账户呢 你可以 赌市场下跌 同样的 跌下来了 有差价了 那你也赚了 所以它是双向的 2way的 都可以赚钱 那还有的话 就是你的钱 炒股 投在 RSP账号 还是小朋友的 RESP账号 这些账号呢 那你可以拿来 短炒 而且呢 增长是 不用 每年报税 报的 那 很多人呢 投机取巧 他把钱存在 开在那个 Test Free Saving Account 那这个 Account呢 说实在的 现在是 没有人追究你 是不是 做这些 短平快的 赚差价的 交易 但实际上呢 他是不允许 做这样子的 Day Trade 的 甚至Swing Trade 也不可以 那 必须得持仓 一个月上 超过30天 所以呢 这几个因素 是我考虑到的 你是做投资 还是做投机 那像我以前呢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是做Day Trade 那就是完完全全的 是投机了 好 那作为投资者呢 我们看看 怎么选股 那投资者呢 就是说 比较有钱的 他这个钱呢 不是 着急着用 不是拿他来 付房租啊 付Credit Card 他投进去了 他就是准备 长期在那里的 那 作为投资者来说 怎么选股呢 那 这就好像 岳母娘 选 选女婿了 那肯定是要挑 比较有实力的啦 对吧 有车有房 然后 长得还不错 身体比较健康 对吧 那 他们挑股呢 主要是从 那个 Fundamental 这个来 就是说 公司的市盈率 财务 健不健康 Current Ratio 是大于1.5的 还有这个股价 是不是已经 已经涨上去了 还是 就说 在比较 相对便宜的 这个阶段 我们潜伏进去 那 那个标普呢 一般的话呢 那个 PE Ratio 是25 如果你 比这个 PE Ratio 要低 说明 你这个价 这个 价值 比较 比较便宜 买得比较划算 但是 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 这一类股 都是 冲不上去 这个PE Ratio 就是低 有的股呢 PE Ratio 已经很高了 还在猛涨 这个 就是你要 做出判断 做出选择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 看看 这个 我们叫做 护城河 就是看看 这个行业 这个industry 他们 有没有品牌 效益 对吧 那你像 我们现在炒得 比较热的 芯片 对吧 台积电 MVDA AMD 对吧 这个 想投到 这一行的 那必须得 大投入 而且 不容易进去 也不容易 有那个成果 这 这一些呢 那你看 今年 这个芯片 比较紧张 这些 那个芯片的股票 就 涨得很好 对吧 那 那 还有一个呢 对于我 我们 普通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 比较 重视的话呢 是要看 这个庄家 你跟着 庄家走 那你就 比较容易 赚到钱 对吧 既然我们 这个股市 是一个 零和游戏 那它 往上涨 可以赚钱 往下涨 也可以赚钱 那 如果只看 这个价格 只看赚钱 不看 这个时间 这个很重要的 因素 那就完全 就是耍流氓 只看价格 所以这个时间 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因素 我们待会 继续讲 然后说说 看怎么选股 当然 很多 很多个网站 很多个交易 平台都有 这个 叫做 Screener 就是 筛选 那里面 有 PE ratio 对吧 有 Earning Per Share 这些 这些因素 那你还可以 选 Industry 对吧 这个是我 比较喜欢 用的 当然 Yahoo Finance 也有 都有 就是看 你喜欢用什么 我比较喜欢 用这一个 网站来选股 然后这个呢 是我 很早以前 我就用的 这个 BigChart 它 这里面的 那个指标 你可以自己调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我现在只用它一个叫做Money Flow的这个指标 那你看MVDA 这个是一个芯片股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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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Flow 源源不断的有钱流入进去 这个股价就一路一路往上涨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看这个庄家 我们要看这个Money Flow 这个指标 好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要付钱的那个软件 那它有一个指标呢 叫做六彩神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购买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 比较直观 它这个红色的呢 是代表 庄家 你看这个紫色的呢 是它的平均线 一旦这个 这个 红色的 你看 在这个平均线以下 你看 慢慢的这些呢 绿色的呢 套牢盘就出来了 对吧 那这个庄家撤走资金以后 你看 这个 这个 股价就一路下滑 对吧 这个套牢盘就逐渐增多 这个黄色的呢 是那个散户 油资 这些绿色的 是套牢盘 这个股票是什么呢 SPAC 就是那个 那个 维京的那一个 那个老板搞的 他不是 做那个 他的那个飞船吗 对吧 涨了一波上去 然后 然后 跟着 马上就 就 就 又发行新股 所以股票呢 就下来了 其实你看 这个好像是一个 突然的 这个消息 发行新股 但实际上 他从这个技术来说 从这个资金来说 人家 庄家 早都 撤 撤资了 早就 跑了 对吧 等你知道的时候 这个消息都消化完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 这个 指标 挺管用的 就是他这个 软件比较贵 那作为我们 这个 钱比较少 又想 又想赚快钱的人呢 那我们是投机者 投机者呢 那你就要看 市场的热点在哪里 那我们 散户 没有 内部消息 那我们呢 只能够 用这个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那最简单的 移动平均线 这个移动平均线呢 其实也有 好几种 一种呢 是 Simple Moving Average 就是简单的 平均线 一种呢 是Weighted的 就是 按照 时间越 近 它那个 加权 越 越多 算出来的 那个平均 还有一种呢 就是 Exponential的 那个移动平均线 它那个 指数平均线 那 那一个呢 滞后性就 没有那么滞后 比较 能够 跟得 股票的 价格 移动 然后呢 还有 布林线 还有这个 反转指标 当然 那些 学 编程的 那你们 也可以 自己去定义 这些 你要 交易的 指标 那我现在呢 退出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 这个 屏幕 好吧 我 推出来呢 我 给大家看一下 我 我现在 我用的 我用的 这个 拿来 平时操作的时候 看的 那个 富途牛牛的 软件 它是 它是 即时的 然后呢 它 它是免费的 那 首先呢 我呢 怎么选股 我给大家 分享一下 我的 这个 我刚刚说的 我这个 老外同学 教我的 怎么选股 首先呢 我们把 这个 分成 几个 sector 这个 basic 你没有 分享 屏幕 又重新分享吗 对 你现在看的是 PPT 而不是 你的 computer screen 哦 好 我看一下 我切换一下 屏幕 在这个share screen 这个绿色的标的时候 然后你选择一下share screen 你看有几个不同的屏幕 你要切换一下 哦 我看 哦 问题是 我现在 那个 我们的 主要的屏幕 在 在zoom的 我都找不到 我都操作了很多次了 还经常出错 这个是呢 有时候难免的 要不 要不 你看看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 我帮你 分享一下 富途牛牛的 那个 聚起的 一个页面 但是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选出来的 这个sector 我看一下 怎么找 你要找到一个 像 一个蓝标 是一个 带摄像头的 那个标 那是 zoom的 那个 这个区域 我跑到这边来了 您可以先把这个PPT 这个停止分享 然后再重新分享 那个下一个页面 我看啊 先stop 你的上方应该有一个红色的显示 我问题是我把它说得很小 现在我 看不到 我帮你停止 那你 我重新来 是吧 你再重新 share 你要share的那个 屏幕 行吗 现在看得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哦 好 好 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那个Excel的那个屏幕呢 没有 没有 我再share一下 这个 现在看到吗 可以看到的是 FutuNuNu的页面 哦 我想给你们看的是 我的Excel的一个文件 那我 我再重新来分 好 我再来share 好 这应该看到了吧 对吧 可以看到了 好 这个就是 我按照 InterTrade 还有Sector 来 分类选股的 那我选股的标准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 做Day Trade的话 我是要炒那种成交量 超过两个Million的 比较大的成交量的 然后他的那个公司的 那个Capital 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分类了以后 我选出来的股的代码 在这里 然后呢 你看啊 这个是Basic Material的 然后有Consumer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 Financial的 Financial的里面呢 就有这一些 就是刚刚Devi想知道的 这个REIT 这一些REIT呢 都是Public的REIT的 这一些股票 它分类 然后呢 有健康的 健康的 那 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们炒那个疫情股啊 都在 都在这个里面啊 然后还有Industry Good 就像 刚刚说到的 那个建材啊 那个房屋 的这一些 你看这一些 630 这一些都是 都是房屋的 那个股票 然后还有Service Service 那你看看 有什么呢 那个 你看 它有 Retail 那衣服的那些 就很惨了 是吧 那还有那个 游轮股啊 什么股啊 那 还有这个 Technology 最后呢 是这个 Utility 这些是我 筛选出来的股 那 我再继续 New Shares 我就 Share 到我的这个 我把这些股呢 因为这个富途牛牛呢 因为它是免费的 它呢 有限制你的那个 股票的数量 那所以刚刚我选的那些股呢 我是 不能够把它全部都放进来 那我还是把它分类了 比如说 第一个sector的 那那个 有什么呢 有chemical 有energy 有meta 这些就是大宗商品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对吧 那看看原油怎么样 原油 那你看 我这里有油啦 有这个煤炭 你看这一个股 是最近长得非常凶的 我把它放小 给大家看一看 对吧 你看 从去年最低 八毛钱 现在已经翻到 17块钱了 那翻了多少倍了 对吧 20倍了 那 再看看 这个 石油 这个最大的 老牌的石油公司 XOM 对吧 那 这个时候呢 是我看 还没有到 最低的时候 去年最低 这个时候 你看 这个时候 就是那个石油期货 那些人炒的 都爆仓了那一次 然后后面第二次租底 然后现在就一直 一直到高位了 这个就是 就是我按我的那个选股 选出来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 我们再看看这个 刚刚David提到的这一些股 什么黄金啊 白银啊 铝啊 铜啊 都在我这个meta里面 啊 那这些股 都选出来了 那怎么操作呢 啊 那简单的讲一讲 那你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排序 对吧 那排序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啊 这个 这个美国钢铁 那今天是跌的是 在这个 这个sector里面是跌的 最凶的 对吧 那我们今天 我们就不要炒它 那我们去炒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银 啊 这个是银 你看 啊 然后呢 我 我 那个前面有 呃 说 我们 投机的 我们看技术指标 看哪一些指标呢 那我这里呢 这一根 呃 橙色的线 是 牛熊分界线 在这里叫做BBI 这一个啊 Who in the bill 这一个 BBI 是这一根 啊 那 我我把其他的 都取消先啊 你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来 就这一根线啊 那在这个 这个BBI以下的 那就是熊市 对吧 那他跨过去了 那 就是 开始了啊 就是 我们可以开始 考虑做多了 啊 这个是这一个指标 那前面我讲的 那个平均 呃 那个移动线 那我 我比较喜欢这个 EMA 啊 啊 呃 EMA 这个是 exponential的 那当然他有 他有 啊 这个时间啊 的 他就很多 很多条啊 那你可以 双击他 你可以 不要他 那还有呢 这个反转的 我我比较喜欢 用这一个啊 这个指标呢 呃 你看 他下面出白点 那就是买入的信号 那上面出白点 就是卖出的信号 所以 在这里呢 我特别特别强调的是 你做短线的 你就要用短线的指标 你做长线的 做 你就要用长线的 那个时间 呃 作为你的指标 你看啊 那如果我是做 swing trade的 我持仓 我就给我定义 说三到五天啊 一个波段 这样子 那我看的是什么呢 我看的是这个 day 我我挑选这个时间啊 time frame 我选 呃 于常你好 不好意思打断你啊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时间 已经呃 已经超时了 所以请您呃 加快速度好吗 好 行啊 呃 呃 那那那我是用偏啊 那像我们呢 呃 做day trader的 我我选一分钟 吧 选一分钟 你看 那就是 上面 一分钟 上面 出白的点 我就去做 short sale 对吧 啊 下面出白的点 我就去 loan 我就去买 啊 这个呢 呃 就是 牵涉到比较多的 那个技术分析的方面 大家也可以去看点书啊 再学习学习 那 这样子 你看我这一边 就是我选择出来的 按sector出来的 然后我还有什么 新能源汽车呀 啊 比较炒的火的呀 太阳能呢 啊 什么 双十一概念股啊 啊 这个赌场股啊 呃 这一些啊 所以呢 呃 这些就是 按sector来分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 Market 来 来 哦 或者是 他说你游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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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那那 呃 呃 这是第一次 跟大家在这里 分享 呃 今天晚上很高兴 呃 呃 我大概就 就分享到这吧 呃 呃 好 现在要把这个屏幕交回给我们的组织者 哦 首先非常感谢那个那个李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啊 啊 我呃 从您的这个分享中我看得出来首先你是应该操作经验非常丰富啊 呃 另外一点呢可能在你使用的一些这个技术手段里的啊 呃 因为啊 可能讲的比较时间比较仓促啊 因为很多的分享呢可能大家也不一定听得那么明白 我大致也按照你的方法啊 也简单的看了看啊 其实来讲我就是单独从富途牛牛的软件的这个分享来讲就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富途牛牛的软件我是天天在用到现在我也很多东西都用不清楚啊 我想在这里给咱们的群友啊做一个那个呃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调研啊 如果大家这个呃 有没有呃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啊 愿意去听一听啊 谁能够给大家或者请余老师能不能找个时间啊 给大家仔细的讲一讲啊 就是利用的富途牛牛的软件 怎么做一些技术判断 呃 如果大家如果是比较呃 喜欢这个余老师的这个分享的话 大家从那个群里的啊 那个呃留言平台上啊打个一 这样子呢我们再看余老师的时间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机会啊 能请余老师出来啊 再给大家做一个再做一次分享啊 现在大家的回复应该非常踊跃啊 呃 因为包括我个人来讲啊 就是我也使用大量的使用那个富途牛牛 呃 包括富途牛牛的这个呃 虚拟的这个虚拟的这个操作盘 呃 其实来讲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 其实呢不管你们是用哪一个平台 你首先要对这个操作平台有所了解 富途牛牛呢 他有一个呃就是呃 呃 学习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呃 注意到呃 呃 他里面有详细的解释怎么用这个 他的这个软件平台的 我希望你们大家可以进去找一找啊 啊自己先学起来啊 呃 因为我以前在不同的那个 那个day trade的公司 不同的公司他用不同的平台 我们都要去读他的那个manual的 然后他有什么功能怎么用 呃 我刚刚开始用这个富途的时候呢 我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他 但是我的钱不是投在他这里 所以呢 我我只是用他来来看盘 我的钱呢是投在那个呃 呃 其他的那个那个公司 所以呢 其他的公司呢 虽然我没付钱 但是我得到的那个行情是迟到15分钟的 所以就很难用 像我们炒短线的就完全就是用不了 我呢只是用这个呃 富途牛牛来来来看找股票的 我实际上我真正的操作呢 我是在我的那个交易账户 呃 所以就是就是 富途牛牛就是我把股票选进去了 然后呢 我是拿他来做排序选股呃 看他这个即时行情的这样子 其实他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嗯 呃好的那个是因为那个 其实那个 其实YouTube上有很多介绍 富途牛软件的这个使用的啊 呃 可能像我这样子的每周还要花几个小时 去至少读一些这个 我都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它的很细节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投资社群呢 其实最好的一种呃 大家的一种就是提升了一种方法 就是增加学习呃 呃但是来讲呢 能不能就是有这个好的这个导师能给大家做一个辅导的情况下呢 可能这个学习呢 这个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呃 我想这样子吧 我这个今天呢 这个技术这个也是同样重要的啊 就是帮大家积极的一个做一些回应啊 关于这个软件使用的话 如果余老师呃 能给我一些指导的话 我我可能会替大家先去读这本书 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时间啊 去帮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 那这就是我们投资社群的一个目的嘛 就是说在学习过程中自己成长 然后带动啊 群友大家一起成长 所以我想今天来讲呢 我们的直播呢 就基本到今天结束啊 呃 另外呢 在最后这个直播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也是想请那个各位群友啊 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 针对自己个股的一些观点 或者大盘形式的一些判断 甚至来讲对一些行业的一些简单的分析 呃 任何 不一定是非聊非常专业的这种这种判断啊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社群不求是一定是最正确的 但是大家是真正在自己的体会和体验 而做分享 所以我想呢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啊 我是一再的在各个包括我们的微信群里啊 包括我们直播中啊 我一直在提出啊 欢迎大家来参与分享啊 希望更多的人把自己的保护经验 提供给大家来学习 所以我想今天呢 就在这个直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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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